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 今天来聊聊经典的科幻电影《星河战队》 话说,未来的世界一切都是军本位 百姓只有参国军才能有选票权 而官方也把参军渲染得无比光荣 所以百姓们也都把当兵当作人生理想 男主强妮和女主毕业后各自加入了军队 只是他们没有分在一起 女友心灵手巧被安排在空军开飞船 强妮伸手矫健就被安排在陆军当大头兵 他们接受训练时的故事也不太重要 所以我就不说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各自都有了一个插足者 喜欢上女友的我们叫他插足男 喜欢上强妮的我们叫他插足女 强妮和女友都是红旗不倒采旗飘飘 既没有和原配分手 又和插足者玩着暧昧 某天军营突然躁动起来 所有人都聚集在电视前 强妮过去一看 发现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原来在宇宙中有一座重足星球 最近他们从老家发射一种超远程的电疆 打歪了一颗运势 让它坠毁在人类城市 造成800万人死亡 人类政府立刻对虫族宣战 派大军奔赴虫族星球 主角一行人也奉命出发 刚来到虫族母星上空的时候 人类以为虫族发射出的电疆 没有什么杀伤力 大大咧咧的就闯了过去 结果被它击落了不少飞船 好在强妮的运输船安然无恙 它的部队刚着路边 遇到了两只巨型甲虫 就是它们一直在用肚子喷射电疆 人类部队用两发微型核弹解决掉它们之后 顿时感觉优势很大 冲了上去 一开始遭遇小股虫子的时候 打得还算不错 后来虫子的数量急剧增加 人类的阵线就维持不住 纷纷开始败退 这一路上又有很多人丧生 第二天总部清点伤亡 发现这一小时的战斗里 有十万人伤亡 它们承认低估了虫族的实力 重新制定了战略 这次它们先用战机轰炸了成群的小虫子 再让步兵缓慢清除幸存的 这次伤亡确实小了不少 可这时地上竟突然钻出了一只巨型石克狼 它能喷射酸液腐蚀人体 军队都四散而逃 强力见状发挥了英雄主义作风 跳上石克狼的后背 先用步枪在它背上打了个洞 再把手雷扔了进去 大获全胜 长官看见后感觉强力打得不错 就把它从小兵提拔成了下士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哨战 守卫这里的人刚被虫军杀死 没多久就有一批虫子包围了哨战 士兵们占据有利地形开始防守 没想到虫子越打越多 最后愣是尸体堆积成山 后一波踩着前一波的尸体登上了哨战 更可怕的是 天上还有强大的飞虫 看来军队的团灭只是时间问题 好在最后强力女友架着小飞船赶来 开始营救所有幸存的士兵 这时地上又钻出一只巨型石克狼 杀死了强力的上司 插足女舰撞 扔出一颗手雷 把士克狼炸成渣渣 为长官报了仇 可她正在得意时 竟有一只小虫子从天而降 终结了她 不过好在其他人都坐上飞船 得以安全撤离 这场仗结束后 乔尼因为长官阵亡 就升官代替她 当上中尉 可女友这边运气就差得多了 她负责驾驶的巨型战舰 被电将击中断成了两半 只能和插足男坐着逃生艇逃命 最后两人坠毁在虫祖母星的一个山洞里 遭到了一大群虫子的围攻 挂不敌众 眼看就要没命 可没想到 虫子们居然没有吃掉它们 而只是刺伤了它们 然后便让开了一条路 紧接着出现了一只超大超肥的大虫子 似乎是虫群领袖 只见它伸出一根尖刺 就吸光了插足男的脑浆 原来大胖虫子是虫群里面最聪明的 靠吸食人类大脑获得信息 就在大胖虫想要吸干 强尼女友的时候 强尼带兵赶来救援 他拿着一颗微型核弹 假装要同归于尽 大胖虫子可是非常聪明的 一眼就知道 这颗核弹威力不足 不敢轻举妄动 强尼于是得以顺利救走女友 这时其他不甘心的小虫子们 重新杀了过来 强尼队友们火力全开 消灭了很多 可惜最后还是越打越多 这时一个队友选择留下来 开启核弹 一阵剧烈爆炸之后 整个洞穴都毁于一旦 当强尼逃出洞穴后 发现士兵们全都在欢呼雀跃 原来核弹爆炸前 大胖虫子就想要从洞穴的 另一端逃走 结果被守在那儿的人类士兵 给逮了个正着 他在人类面前瞪大了双眼 看起来是可怜弱小又无助 不过这反而让人类更加兴奋了 电影结束的时候 科学家们正在对大胖虫子 开始疯狂研究 想要从他身上挖掘出虫群的弱点 而强尼和女友也被当成战斗英雄 得到了表彰 民众的参军狂热再一次高涨 而人类和虫子的战争 也还会继续下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本身非常不错 特效更是让人不敢相信 这是22年前的作品 但最吸引我的反而是 电影对于军国主义的反讽 比如争篇广告里 就连小朋友也一身军装满联对象 而等到十万士兵丧生之后 电视新闻里却只是一句话简单带过 平淡的就好像在谈论天气一样 这种反讽在第一部还不太明显 但在第二第三部里面就更加强烈了 那么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不满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文粉丝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